那么第三个考点就是生产诱营战略 我们说生产诱营战略 在以往的考试大中 这个职能战略主要是考选择体 所以我想呢 生产诱营战略就是要求大家掌握选择体 首先第一问题 是关于生产诱营战略所涉及到的主要因素 我们说在生产诱营过程当中 主要是涉及到如何把投入转化成一个采出的过程 因此我们说在生产诱营战略 实践过程当中涉及的主要因素 有四个因素 一个是批量 一个是种类 一个是需求变动 一个是可接性 那么从考试的角度来讲 就要求大家总确的理解 这四个因素的含义 首先我们看一下批量 大家说批量是什么 批量呢 就是指在生产诱营流程设计上来讲 你在投入和产出批量上的这个不同 生产诱营过程当中设计到一个批量 你大批量是小批量 很单减生产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要研究这个批量问题呢 因为我们说你对生产诱营流程当中 你批量不同 会造成生产当中的产品的单位承宝的不同 那么那个批量和承宝有什么关系呢 批量和单位产品的承宝有什么关系呢 通常我们说批量大 就是我们所讲大规模生产 有助于什么 有助于加低承宝 就大批量带来的是低承宝 批量小就小批量 或者就小规模生产 带来的结果是单位产品的承宝高 这是关于批量 批量大批量小 会影响单位产品的承宝 这里给大家一个提示 比如说 在相包生产企业当中 普通的相包产品呢 我们说可能通过什么 通过流水线大批量的进行生产 但是如果这个相包是从手工制作的 手工制作的 那么你的批量就小了 批量小了 那带来他单位产品就高了 所以呢 我们说这是个批量问题 批量 大批量大购买生产 一般是通过什么 通过流水线生产 流水线 这是关于批量对生产用盈的影响 第二个是种类 我们是种类指什么 种类呢 其实指的是企业向顾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范围 就在你这个企业向顾客提供的产品 主要是一种标准化的产品 还是一种个性化的定制化的产品 你向顾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范围不同 对你承包影响也不一样 你比如说 你如果向顾客提供的产品呢 品种小 比如说 我主要向顾客提供的是标准化产品 那么大家都知道标准化产品 就容易什么 形成规模化效益 就容易怎么样 加低成本 所以我们说 品种少是生产单一的标准化产品 靠规模经济效益带来低成本 而品种多呢 就像刚才所讲的 你这个品种多 主要是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你推出的是一种电制化产品 电制化产品 那么我们说这种电制化产品的差异性比较大 难以实现规模经济 所以我们说便要带来高成本 这个下边提示当中 又给大家举例了 说某汽车公司的T型车 T型车 实际上指的就是福特汽车 进行的标准化产品 标准化生产 从而我们说带来规模经济了 价格的成本了 这一如某服装品牌 服装品牌 这个服装品牌呢 说一年呢 就生产四万款产品 就是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 它采取什么定制化 个性化 四万款 个性化很强 防止撞山 所以我们说 你这种产品的生产就很难 很难 我们说行车这种规模经济效应 所以呢就带来长保的升高了 第三个因素 叫需求变动 我们说需求变动 是什么 这个需求变动 实际上指的是 你这个生产肉营系统的柔性化 生产肉营系统的柔性化 或者特殊的叫弹性化 就算你这个企业的生产系统 能不能随着外部需求的变动 而及时的做出调整呢 这就叫需求变动 那么因为 外部失产需求变动 如果变动比较大 外部失产需求变动 如果较大 那么对企业自身的生产肉营来讲 会产生一个很大问题 什么问题啊 会影响到你产能利用率的问题 产能的利用率 就是你生产能力利用程度的问题 这个道理我想呢 大家也能够理解 你比如说 如果那个企业 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 外部失产需求增加了 即使你的企业 现有生产肉营 加班加点三班倒 依然是供不应求的 不能满足市场需要 经常会甚至都严实交货 满负荷用作都不能够满足顾客的要求 反过来我们说可能 当外部市场的对你这种产品 产品的需求变少的时候 又会导致什么呢 又会导致企业现有的生产 产能力会险制 所以我们说需求发生 这种较大变化的时候 会对企业的生产 产能力或者就产能 产能带了一个利用率的问题 要不就超负荷满负荷 不能满足需求 要不就导致企业现有的产能 限制 因此 我们说你的生产又要流程 在设计过程当中 就应该怎么样呢 就应该预测这种需求的变动 需求变动 别及时的对你这种 产能的做出调整 避免的发生有关的损失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生产又要系统的柔性化 也就是需求变动 那么我们说你需求变动 和厂保有什么关系 我们说需求如果相对稳定的话 那么我现有产能的利用率怎么样 利用率就高了 比如说我固件资产 得到充分利用 固件厂保是一定的 所以需求稳定的话 单位产品的厂保变化会加低 对于地产 如果需求变动比较大 需求变动比较大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所讲的 市场需求减少了 市场需求减少了 那么会导致企业的产能利用率 会加低 就开工不足 可是我们说 这个企业固件的厂保 总额是一定的 这样的话必然会导致你单位产品厂保会升高 那么提示当中也给大家讲了问题 说一般的企业 这一年当中的需求可能都比较稳定 需求波动不大 比较稳定 那么我们说它的厂保就比较容易控制 但是我们是有一些企业的可能 季节性接约的特征比较明显 一年当中有淡季有旺季 比如 小种子了化肥了 东冲季的需求来大 像现在冲天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国内就面临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现在冲击马上就进行播种了 那么我们国内 这个化肥供应是不足的 这个化肥呢 我们需要从俄罗斯拉 乌克兰 从乌克兰 就进口的化肥 可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这个俄乌冲突 我们说乌克兰 出口到我们中国的化肥了 还有一些粮食了 就受到很大影响 所以呢 我们说对国内的农业 还有其他的作制业 我们的影响就比较大 那么就夏季和秋季的需求量 就比较小 到需求量小的时候呢 想一想 需求量小的话 我们说企业的产能 可能就会利用不足 就比如企业的设备也好 员工也好 都处于一个外被充分利用的状态 是不是 你设备作为固定资产 尽管呢 你现在不用转了 可是我们的固定资产 是要提折救的 员工呢 我们说可能现在属于淡季 可能我们说这一家的休息了 但是我们说可能 你这个公司还是需要给员工开工资 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会导致你单位长保可能比较高 所以我们说作为企业来讲 有尽量的提前预测需求的变动 避免琐事 就是我们经常所讲 就以销定产 销实际上是针对外部市场的需求预测的 决定你的生产 这样呢 提早的这些预测 我们说增强你生产用盈系统的这种柔性化 弹性化 有助于加低长保 第四个因素 是叫可借性 我们说所谓的可借性 就是指你这个企业的生产用盈的流长 为客户呢 所能够看得见的程度 生产用盈流长 为客户所看得见的程度 我们说有的行业呢 这个可借性程度高 有的行业的可借性程度低 那么这个可借性影响什么 可借性呢 会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用盈的方式 和管理的方式 比如 可借性程度低的行业 生产用盈流长 为客户看得见的程度 低的行业 这些行业呢 绝大部分都是属于生产性行业 生产性行业 我的生产性行业 我怎么去生产加工制造的产品呢 你客户呢 是看不见的 那么对于这类型的企业 对于员工的沟通技巧的要求比较低 因为你不直接面对用户嘛 又面对客户嘛 所以呢 对员工的沟通技巧要求比较低一些 因此企业在这方面的人员排销的长保 再给低了 就导致你长保就加低了 而一些可借性程度较高的行业 这个可借性程度较高的行业 大部分都是属于我们所加的服务性的行业 服务性的行业 比如说像银行 比如说像餐饮企业 比如说像航空公司 比如说像酒店等等 那么这种可借性程度高的 服务性行业大众 因为你的用意要流程 被客户看得见程度高 那么我们说那就需要和客户更多的这些直接的面对和沟通 就对员工这种沟通技巧要求就比较高了 为此呢 我们说公司便要投入大量的成本 中间呢 就割了个玻璃 是吧 顾客在就差区呢 就可以看到后台 这个饺子馅是怎么 怎么这个大饺子馅的 怎么包饺子的 所以整个的制作流程呢 为顾客看得见程度 很高 可借性程度就高 而普通饺子馆的制作流程呢 通常不可见 就算你的顾客的旧产区呢 我后台的加工制作是分开的 至于这个馅怎么办的 饺子怎么包的 你看不见 所以我们说普通的这个饺子馆呢 这个生产用意要流程的可借性程度就低了 那大家设设处地想一想 既然我们说顾客能够 对你生产用意要流程的可借性程度很高 那顾客必然呢 我们说在看的过程当中 就会有些疑惑 是吧 那可能会像你这个企业员工提出来 你一定要给他解释 所以要求你沟通技巧 就要求比较高 为此企业我们就要加大的员工沟通 交流 这种方面的能力排除投入就多 这么就够了 下边呢 我们请大家围绕高层这个知识点 我们请大家看这点立体 说新兴公司是某是一家小公众开放的 花华贵中极限制和消费企业 平时才有自动化的设备 平时有自动化的设备 培制出售当地居民喜爱的兰花 每分的节日前夕 边下市场的推出 富有节气意义的花卉 同时接受并满足顾客 观看公司业务流程后提出的个性化的定制要求 该公司的生产用营战略 所涉及到的主要因素有 有哪些因素 四个因素 涉及到哪几个 请大家看 平时才有自动化的设备 牌制出售 兰花绿螺 平时自动化设备就意味到是什么 是一个流水线 推出的是一种标准化的产品 大规模生产标准化产品 所以自动化设备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什么批量 平时靠自动化流水线 推出标准化产品 就当地居民喜爱的兰花绿螺 这个产品差异化程度小 基本上是一种标准化产品 不是一种个性化需求 然后呢 每逢节日前夕怎么样怎么样 满足顾客提出的个性化的定制要求 平时我推出的标准化产品 但是每逢节日前夕 我也可以根据顾客的需求 提供个性化的定制要求 这个体现什么 这个体现是种类 种类 就刚才前面的的话 利用自动化设备 出售当地居民写的 兰花绿螺 那是同于 是一种标准化产品 后面呢又讲到 节日前夕呢 也可以接受顾客的各性化定制要求 所以这讲的是种类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种类 然后呢又讲到 说接受必要满足顾客 观看公司业务流程后 顾客能够观看公司业务流程 说明你的生产要有流程的 可见性程度高 所以这设置的可见性 选择低 那么然后呢 每逢节日前夕 别向市场推出这个花卉 接受顾客各性化定制需求 这叫什么呢 这实际上讲的是需求变动 需求变动 每逢节日前夕 这往往就说到了什么 可能节日前夕 就节日呢 可能是顾客 对花卉的需求量比较大 所以呢 我们说在每逢节日前夕 我还可以接受客户的 个性化的定制要求 所以这也是根据市场需求 来调整我的生产要颜 所以体现的需求变动 因此这个题 ABCD都对 下一题 智达公司是一家计算机制造企业 为了减少库存 公司对生产过程的实施订单管理 订单管理 生产部门 依据销售部门提供的 客户订购的产品数量 安排档期去生产 智达公司的生产要颜战略 所以涉及到的主要因素是哪个优素啊 为了减少库存 生产过程实施订单管理 生产部门根据销售部门提供的订单数 去安排到期去生产 这很明显就是我们实际过程当中所讲到的 你体验的生产要颜 如何根据外部市场需求 来把固计和需求给协计起来呢 其中长期的一种方法 就是我们所讲的已销定产 销多少我产多少 这样呢就避免呢库存积压 所以已销定产实际上也就是属于需求管理范 需求变动范畴 所以应当是选择C 下一个题 同大公司是一家工具模具制造企业 该公司建立弹性生产体系 弹性生产体系 即在同一条生产线上通过设备的调整 来完成不同品种产品的 不同品种产品的 大批量的生产任务 既满足多品种的定制化要求 又能够使设备流水线的停工时机 所以在定大量的变动达到最小 同大公司的生产用营战略 所涉及到主要因素 有哪些因素 大家看一下 完成不同品种产品 大批量生产 不同品种的 基码做多品种的定制化要求 又怎么样怎么样 不同品种产品大批量生产 还有满足多品种定制化要求 这提些什么 这当然我们是提一些的是种类 就提过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 批量当然谈到了关键词 大批量生产 这当然指的是批量 然后弹性生产体系 弹性生产体系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使设备流水线的停工时机 随着定大量的变动达到最小 这是什么 我们说这叫的是需求变动 需求变动 那么在这个题目当中 没有提及的就是可见性 你的生产又要流程 被客户看见的程度 这个没有体现出来 所以这个题正确的选项 就应当是ABC 那么生产又要占领的内容 今年教材大中增加了这么个内容 增加了那么这部分知识 就生产又要战略涉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 不重要 不需要介入到细节 只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我们讲到生产又要战略的 包括哪几方面内容 你想一想就想明白 第一个就是产品和服务的选择 这个其实刚才不是讲过了 生产又要战略考虑哪几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 所选择我们的什么 种类 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 标准化产品 它的个性化产品 第二 自制或者外购的选择 你生产又要过程大多了 需要一些原材料的零部件了 你这些原材料和零部件是自制呢 还从外部市场购买呢 第三个 是生产与肉营发生的选择 生产与肉营发生的选择 这个其实更多的 体现什么 我们的更多的体现的 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什么 需求变动 是不是 生产与肉营方式 实际上更多体现这种 需求变动 就算你这个体验 自己生产的这种肉营 或者产能 与外部市场需求 协计过程当中的这种弹线和联合线 这是叫生产又要方式 当然了我们是一定程度上呢 也能够体现这个什么 批量 你是大规模的流水线生产 还是小规模的单件小批量生产 这也是属于生产又要方式 大规模小规模 就大批量小批量 还有呢 刚才所讲到的需求变动 你是生产出来的产品 正下市场销售呢 就后面我们讲的 叫库挫生产呢 还是根据外部客户的需求 决定你的生产 也就是已销电产呢 这也是个生产又要方式 第四个 是工业链 与配送网络的选择 工业链 工业链比如说 我们说在这产业过业链角度来讲 过业链 你如果是做一个生产制造企业了 你要涉及到过业链的选择问题 是不是 然后呢 你和过业链怎么打交道 是完全通过市场的公开招投标呢 还是和过业链建立做战略联盟呢 只涉及到过业链 其中煞油就涉及到 和原材料零部件的过业上 选择如何打交道 当然我们说 从销售的角度来讲 销售的角度来讲 就涉及到一个封销渠道的选择问题 就是你把生产出的产品又达到送达到顾客手中的话 这个就涉及到有一些中介商 批发商 代理商 零售商 你怎么去送货 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退送网络的问题 那当然就是到前面说讲 你是直销呢 直接分销呢和间接分销呢 是不是 你直销的话是自己组织 自己的专业车队呢 还是通过这些物流会订公司呢 所以我们说你在生产用源过程当中 还要考虑和上有的供应杀 还有下有的经销杀 批发杀 零售杀等等打交道 这次关于生产用源在这个当中 涉及到内容 简单的 有这么一个了解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方面的问题 实际上一定程度回到第二站的话 这就涉及到企业的什么能力啊 生产管理能力 生产管理方面能力 那么第三点 就是关于生产用源在这竞争的重点 或者说竞争的主要因素 影响你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这个内容也是今年就成当中新增加的 我认为也不重要 也是作为一个简单的 概括现在了解一下就可以 就是说 影响一个企业 生产用源方面 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包括那四个方面 概括来讲就TQCF T 那当然就是Time 交互期啊 是不是啊 也就时间问题 Q指的是你产品的质量 C指的是你的长宝 F 体现的是你的柔性和灵活性 这是关于生产用源在这竞争重点 或者影响你竞争力的主要四个因素 简单了解一下 不重要 第四点 是谈到一个叫产能计划 产能计划 我们说什么叫产能呢 我们说产能 简单来讲 就是指企业在一定的时期内 在现有的技术管理的条件下 企业所能生产产品的一个最大的数量 也就是我们所讲的 一定时期内 在现有的生产管理技术 充分另外的前提条件下 你这个企业最大的生产能力 就操作叫产能 所以一讲到产能 简单来讲 就是最大的生产能力 那么什么叫产能计划呢 我们说产能计划 就是指确定企业的最大的生产能力 以满足外部市场需求 不断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就叫产能计划 所以作为企业产能计划 就是确定了企业 多大的生产能力 来满足顾客对你产品需求的 顾客对你产品需求的变化 就是你的生产能力 如何来释有这种外部市场需求 你比如说增长情况下 你要考虑 如果说外部对我的市场 产品市场需求 增加了 那么你企业就要考虑 如何去 就快的去增加你的产能 如果说外部市场需求 需求减少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需求减少了 你的顾计如果一定的话 顾计大于需求 那就要导致什么 产能协制 在这个时候 企业考虑什么 企业就要考虑如何能够 快速的去压缩你的产能 压缩产能 避免造成产能过剩 就避免产生 尽可能减少损失 所有的产能计划 说白了 就导致于企业的 生产能力 与外部市场需求 如何来协捷 供给和需求 如何来对接 因为你的生产能力 产能的代表 你的供给能力 是吧 顾客的需求 代表外部市场需求 因此在供给和需求的 对接过程当中 就形成了三种产能计划 一成的就是三种产能策略 领协策略 滞后策略和匹配策略 那么这个问题 是要求同学们要找个选择体 什么叫领协策略 什么叫滞后策略 什么叫批配策略 你把它理解了 注意选择体就可以 注意单选体的 首先我们看 第一个策略是叫领协策略 领协策略是指什么呢 领协策略简单来讲 就是指企业产能的增加 领协于外部市场需求的增加 产能的增加 领协于外部市场需求增加 也就是说企业如果领协策 如果预计到 加雷 加雷 外部市场呢 对我这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量要增加了 现在解决的预测 未来的需求要增加了 所以我这个企业呢 又积极主动的提前这些战略布局 主动的去增加我的产能 或者扩大我的产能 以应对外来可能增加的需求 这种策略 这就叫领协策略 我们说这个领协策略呢 是一种进攻性的策略 也称之就是一种 极进性策略 冒险性策略 因为这种策略我们是有利有弊啊 那么这种策略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最大的优点 就是说 能够呢及早的这些战略布局 一旦将来市场需求增加的话 由于我及时的提前这些布局了 我容易呢 抓住外保市场需求这样的机会 是不是 这样的我们是有助于呢 从竞争对手那儿呢 我们是争取更多的客户 抢多一些客户 但是这种策略和明显 我们说也有劣势 或者也有弊断 什么样的弊断呢 我们说 你预测外内市场需求增加 结果怎么样 结果事后发现并没有增加 可是呢 我们人体前进行战略布局了 体前阻动增加你产能 可是外部市场需求 并不像你预测那样 没有增加 这样的话 我们说必然会导致什么 必然会导致企业 产能过剩 造成你现有产能的协制 第二个是叫之后策略 之后策略大家好理解 之后策略就是这些产能的增加 之后与外部市场需求的增加 那么相对来讲是比较保守 比较稳妥的一种做法 就是说我自己呢 不主动去增加我的产能 最后到市场需求确实增加了 确实增加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可能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增加 而满复合生产 或者超过生产以后 超过现有的正常生产 建议能力以后 我再去增加我的产能 扩大我的产能 所以呢我们说这种策略 相对来讲比较保守一些 我不会提前主动增加产能 最后到外部市场需求 确实增加了 而且我现在现有的生产能力呢 满复合用作了 它难以满足外部市场需求增加 所以这个时候 我再去增加我的产能 或者扩大我的产能 那么这种策略 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和前一种策略的优缺点 正好相反 有这种保守型策略怎么样 能够帮助企业较低呢 挤走这些战略布局 增加产能这种导致 产能过色的风险 但是我们说也可能会 失去一些机会 比如说将来确实人家 这个外部市场需求增加了 但是你的产能还没有增加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能会导致什么 一部分客户流失 第三个策略 是叫匹配策略 这个匹配策略呢 就是说企业的产能的增加 与外部市场对你这种产品 服务的增加 尽可能的在规模上 在世界上匹配 那么这种策略当然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策略 苏绍把它称之叫稳健性策略 这个其实说法并不准确 什么叫稳健性策略 前面所讲的保守性策略 也是一种稳健性策略 所以我们说这个匹配性策略 其实是一种理想的策略 理络上来讲 是最好的 但是你回到世界工作当中来看 你哪有预测的那么准啊 是吧 你产能的增加 和市场需求增加 在规模上 在世界上 也是合逢的可以匹配起来 你能做到吗 很难做到的 所以呢 这种匹配性策略 简直是做理想化的一种策略 实际工作当中很难做 这是关于产能计划类型 这三种类型 同学能够理解它的含义就可以了 下边我们来看 说一般来讲 共有三种平衡产能和需求的方法 说资源订单是生产 订单生产的生产和库存生产的生产 那么这里讲到平衡产能和需求的方法 这个有一些同学呢 在学习过程当中 学到这的时候 就觉得好抽象 刚才是叫什么 有三种产能计划 现在又讲到 有三种平衡产能和需求的方法 说这两个问题是个什么关系 怎么去理解它 后边呢 我们虽然会给大家进行解析 解析这两个问题 但这一章呢 我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前面呢 他叫产能计划 有几种呢 有三种 其实我们说这种表达呢 并不准确 三种产能计划 关键词计划 实际上你看他下面又讲到 有三种产能策略 有三种策略 什么领协性策略 滞后性策略 还有批配性策略 是吧 实际上前面所讲的三种产能计划 也就当做三种产能策略 是个策略 而现在一讲的是 有三种平和产能 和需求的方法 我们说这个方法和策略 是个什么关系 我们说策略呢 仅仅是从产能的角度来讲 给你规定一个 或者自定一个什么 自定一个指南 自定一个指南 这个指导性的东西 这叫策略 而方法 这个倒同意是实施 这个策略过程当中 具体的方式方法 也就更加的微观 更加的具体 方法是实现策略的一种办法 所以呢 我们谈完策略问题 下一步就进一步讲 讲什么 实现这个策略具体的方法 方式 所以具体你怎么来平衡 企业自身的产能 与外部市场需求呢 具体的方式方法 具体的方式方法有三种 第一个是叫支援订单子生产 那么什么叫支援订单子生产呢 我们说所谓的支援订单子生产 就是说 每个客户 对我的产品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 或者说顾客的需求是有差异的 那既然顾客对我的产品的需求有差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提前 总确的去预测 这个客户的需求 没办法 有不同的客户 有不同的需求 那么因此你提前 能不能提前总确的预测的需求量 没办法预测 我们说这我等拿到客户订单以后 我再去购买 或者是取得 完成这个订单所需的资源 取得这些资源以后 再组织什么 组织生产 那么这种平和产能需需求方法 就称之叫支援订单子生产 所以我们说支援订单子生产 它的路径 强调第一步是拿什么 拿订单 拿订单 拿到客户订单 第二步 取得 取得 完成这个订单 所需的各种资源 拿到订单 再去取得配置 完成订单所需的各种资源 比如是人力资源 比如说物质方面的原车料 零部件 是不是 第三步是干什么 第三步呢 就是按照客户订单的要求 去组织生产 这叫支援订单生产 大家要注意 这种平衡产能方法 形体是什么 客户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 或者是客户需求是有差异 比如说 像一些借助企业 在承接客户的订单以后呢 你才开始采购资源 对吧 你不要借助企业 你负责给人家借房子 借房子 那么我们说可能的 这个房地产开发商 对开发的这个楼盘 需求能要吗 不一样 不同的开发商可能给这个不同结构 不同形式的房子 是不是 所以你没办法是提前去采购资源 你关键要根据客户订单 然后才决定去组织资源采购 准备这些资源 第二个是叫订单生产的生产 我们说订单生产的生产 也称着叫二订单装配式生产 二订单装配式生产 那么这种平衡方法 他强调什么呢 强调 这个客户呢 对我们产品或者服务的需求 需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基本相同 可能仅仅是在一些产品的配置要求方面 有所不同 但主要的需求是基本相同 因此呢 我们说企业 就可以提前保持一些基本的资源 比如说提前我准备一些标准化的配件 标准化的配件 那么在取得客户订单以后呢 我再按照客户订单的要求 进行组织装配 所以这种平衡才能需求方法 他路径呢 第一步是掀取的资源 就像刚才说下的 其准备一些标准化的 补件 配件 然后呢 再取得客户订单 最后呢 按照订单 这些组织装配 那么 这种平衡才能和需求的方法 在我们实际工作当中 近年来 近年来 好多的汽车 整车制造厂 就是整车制造企业 整车制造企业 这个就采取这种 平衡才能和需求的方法 你比如说 某某汽车制造有些公司 推出某一款车 某一款车 比如说标志307 标志307这款车 那么我们说 凡是喜欢这款车的客户呢 对这款车的基本 需求是一样的 可能我们说 就针对这款车 比如说 颜色 可能有的人喜欢白色 有的人黑色 有的人可能喜欢红色 车的颜色 可能我们是要求不同 还有呢 比如说车内饰 车内饰 可能我们说也有所不同 这比如车里边 是否安装导航系统 这个可能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说 这个顾客呢 对这款车 基本需求下头 只是个别的配置要求 可能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说 作为一个汽车制造厂 它就可以提前呢 准备一些 这款车的标准的部件 配件 然后呢 通过4S店 通过4S店 接受客户的电单 你又买这款车的话 OK 你通过标志307 4S店 顾客去这去预定 你要贴这个单子 有关于这款车的 比如说 刚才所讲的颜色 内装饰了 还有各种的配置 你可以贴单子 那么通过4S店 收到的客户订单 我的汽车制造厂 根据不同顾客的需求 配置要求 我这些组织装配 也就最后一环节 是组织生产 这就是我们所讲 订单生产的生产 第三个是叫 库存生产的生产 我们说库存生产的生产 是什么 库存生产的生产 它其实指的是 所有的客户 对这个最终产品的 规格型号的需求 是确定的 是相同的 而且企业对产品的 视察前景也是看好的 因此客户的需求 能够总确的 被提前预测 这段话讲了 什么道理呢 一方面讲的是 顾客需求 是相同的 企业对自身产品 是一个媒方市场 媒方市场 媒方市场 还是媒方市场 它是一个媒方市场 媒方主导的市场 在媒方主导市场上 大家都知道 媒方或者就顾客 讨价 还价 哪里比较弱 这个市场 往往是供不应求的 产品 是供不应求的 那么我们说 在一个媒方市场条件下 顾客的需求 怎么样 套家怀家 哪里比较弱 你胳膊没有什么回血余地 你别无选择 你如果喜欢我的企业 产品化 那没有办法 你只能是接受 这个媒方的安排 所以我们说 在媒方主导市场上 这个顾客的 转换产帮很低 而且我们说 既然是媒方市场 产品过不应求 当然就意味着 媒方企业 对他产品的市场 前景看好 说白了 就倒投语 我不要担心 我的产品卖不掉 只要我生产出来的话 就不抽销售 是不是 所以说 顾客需求 能够走确的提前预测 顾客需求 大于你的供给的 那你生产 只要你生产出来 就不用担心 所以我们说 这种平衡产能 和需求方法 在短缺经济条件下 是经常存在的 因此呢 我们在平衡的时候 怎么平衡呢 追企业 首先你取得资源 然后呢 你组织生产 生产出来以后 最后怎么样 推休给市场 推休给客户 所以它的路径是 资源 生产 最后取得订单 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 国内的某个玩具厂商 预计 预计 圣诞节 玩具订单会增加 于是 在第三个季度 就开始采购 资源变毒的生产 因为我们在圣诞节呢 可能客户会 会对一些玩具呢 这个需求量会增加 而且这个时候 往往怎么样 往往 这个玩具是供不应求的 因此呢 我们这个企业 就可以在 圣诞节之前 这三季度的时候 就准备采购资源 采购资源以后 然后组织生产 生产出来以后 再把它退下市场 这是关于 三种平衡产能 需求的方法 这个同学们 有助于理解它的含义 有助于选择体 这个后边 以一错一火的形式呢 对这三种产能计划 和三种平衡产能 需求的方法 我给大家做了个区分 区分 这个区分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给大家 讲到的问题了 我们的教材当中 所讲到产能计划 总确实来讲 称的就是什么 产能策略 什么叫策略 我们说策略呢 是一种 计策 是一种谋略 是不是 所以这个产能策略呢 是指为了实现这个 企业的产能 与外部市场需求 这些对接 根据形式 发展需要 而制定了一个什么 行动总则 或者就行动自然 是个总则 而方法呢 我们说方法是为了实现策略的一个具体的手段了 途径了 方式了 所以他描述的更为具体详细 因此他是策略的具体化 他是要受制于策略 受制于策略 因此我们说 这个策略有三种 下跃的这个平衡产能 需求的方法也有三种 因此的三种平衡产能 需求方法 给理解成 是实现三种产能策略的方式 手段和途径 能够理解就OK 下边我们请大家看这点例题 说瑞小公司 是一家啤酒制造和销售企业 2016年的年初 公司管理厂 预计 该年的夏天的气温 这个温度较高 加上 该年的是属于欧用年 就是欧用会年 啤酒的销量 将会比上年有较大的增长 说为什么会有较大增长呢 他预测了 一个是夏天温度较高 一个是呢 欧用会年 所以 今年啤酒的销售量 将会比往年呢 有较大幅度较大幅度的增长 于是 瑞小公司决定要加大 上半年的啤酒的产量 以应对 外来需求的增长 先增加你的产量 或者产能 然后呢 去应对 外来需求的增长 先生产出来 然后呢 我们再推下市场 所以瑞小公司 平衡的平衡产量 需求的方法 是哪一种啊 很明显 是属于我们所讲 哪一种呢 库存生产的生产 库存生产的生产 也就是我先生产出来 然后再把它推下市场 我生产出来以后 不用单线家来 卖不掉 销售不掉 所以这是库存生产的生产 这个其实体现的就是 策略当中哪一种策略 领协性策略 领协策略 领协 这个题应当选择A 下一个题 甲公司是一家高科技的环保企业 其自主研发的 智能呼吸差 刚一推向市场 立即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产品的购物应求 企业一直处于满负荷的生产状态 为了满足持续增长的订单要求 公司呢决定增加一条生产流水线 甲公司所实施的产能计划 属于什么 这个题很简单 产品供并应求 一直处于满负荷状态 为了满足持续增长的订单要求 于是呢 才决定增加一条生产线 这是什么 这很明显讲的是产能的增加 是领协于还是滞后于需求增加 需求先增加 然后呢产能后增加 当然就是属于我们所讲的产能的增加 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增加 那么这种策略什么策略 就滞后策略 是一种保守性策略 所以一人当时选择A 下一题 甲公司是一家国际传播制造企业 甲公司在预期客户签订 传播制造合同以后 才想各个主要部件供应商呢 发出采购订单 甲公司采入的平衡产量 需求的方法是哪一种呢 你想一想 它是一家传播制造企业 你想一想 客户对它这个传播的需求 是一种标准化产品 还是一种差异化产品 电子化产品 当然我们说 作为传播制造企业来讲 客户对你传播的需求 是各不相处的 客户的需求是有差异的 所以我们说 你最后拿到客户订单以后 然后呢才去采购 完成的订单所需的各种资源 最后来 完成的订单 也就是组织生产 所以我们说 这个甲公司采入的 平衡产量需求方法 就属于我们所讲的 就是支援订单是生产 选择B 这是我们以上 给同学们所介绍的第三个职能战略 就关于生产右营战略的内容 就介绍完了 不友善